哎呀 露西 我求你了 最后再找一次不行 这话你都说过多少次了 那 那我求你了 最后一次了 你要我上哪儿找去啊 你家附近不是有片林子吗 那我肯定能有 那你知道你去找啊 我 我怕那玩意儿 啊 你怕那玩意儿 你还吃那玩意儿啊 那不是 那不是因为 哎呀 我求你了 求我也没用 露西 你以后要再拿这种 稀奇古怪的东西 来当什么偏方的话 我可就真不管了 要好啊 要好啊 那儿我突然跑了 不要走 我找到海面帜 去抬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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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子 新子 你那么不想见我呢 那我走 不是 我 外面也太大了 你赶紧把衣服穿上了 就动了 新子 那么巧 别在这碰到你 只能说是世界太小了吧 可是 这世界上人那么多 又什么老名碰上你呢 你的脚怎么样了 你是去你父母家吗 为什么老是一个人啊 上次在医院我就没看到这一遍了 你们俩 你们俩怎么呢 新子 你要那么不愿意跟我说话 我还是走吧 不是 你这信你去转过来 我们说说话聊来天总可以吧 我只是奇怪 我为什么老能看见你 你为什么老在我眼前出现呢 你知不知道我特别不想看见你 你一看见你我心里就 我知道了 其实我们都没有放下对方了对不对 对 你说了 你不幸福 我知道 我知道 因为你不爱住一门 我也一样 我不爱沈小妹 你别再说了 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现在我一定要说 你 有用 我有办法 我要跟沈小妹离婚 对 我跟她离了婚 我就会变得强大起来 就什么都不用怕了 对 跟沈小妹离婚 跟沈小妹离婚 对 跟沈小妹离婚 对 新子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你更不知道 沈小妹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那个家 尤其说是家 还不如说是地狱 每天回家 是我最困难的一件事 因为我怕沈小妹 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发火 什么时候冲我笑 什么时候会砸东西 她把家里的东西 几乎要砸光了 对 她还打冰笔 冰笔她几岁啊 她还是个孩子 她对我妈说话 简直 简直就像是对她的同事 连一句妈都不愿意叫 沈小妹就是一个疯子 真的 她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我受够了 我要跟她离婚 星子 怎么了 你怎么是这样的男人呢 你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呢 我不负责任 我就是因为负责任 所以我才要跟她离婚 因为我根本不爱她 你不爱她 你为什么要跟她结婚呢 是因为你要利用她对吗 你现在利用完人家 你要跟人家离婚 你要跟人家离婚 你把人家生小妹当什么了 你把感情要当什么了 星子 我怎么会爱上你这么一个男人呢 我说的都是实话星子 我才是个傻子呢 我才是个傻子呢 不信 从今天开始 我希望再也不要看你了 你不要我心里 我心死了 你这孩子怎么也不知道东多云 妈 怎么了 我想回自己家了 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 我就突然想通了 想通什么呢 其实我跟一文到现在这样 也不能全怪她 我对她太不公平了 我想得很明白 而且我 我一直对婚姻 那种想往是很神圣的 我 我应该努力地去维护她 而不是逃避 星子 你说得很对 可是一文她 没什么可视吗 我已经决定了 明天就回去 一文 一文 什么 什么 妈 星子刚回来 我 我刚才还在跟妈说 我想回家了呢 这么巧 我就是来接你回去的 真的吗 真的吗 再不回去 家里就该长草了 吃吃吃吃吃吃 快吃吃吃吃 好肥呀 好对吧 我都想尝一口了 冰冰 你在这干什么呢 放学不回家 对吗 我带你给哥哥拉外畜 不认识呢 你为什么要给一只母鸡 起名字叫哥哥大 因为它以后会下蛋 一下蛋就会 那这样 那是它不下蛋呢 那会的 一定会的 只要是母鸡 那会下蛋 那可不一定 有些母鸡就不会下蛋 就像有些女的 不会伤孩子一样 哎呀 恶心死了 哥大 又来没位了 妈 怎么了 舅妈 妈你怎么了 怎么了 舅妈 母鸡终于要下蛋了 露西 露西 真的 这次是真的 我终于可以给你生孩子了 你怎么在这儿 等你呗 今天有点特别啊 本来就很特别了 我想起来了 你第一次到我们家的日子 这单位你还记得 我应该向你学学 凡事用心啊 今天怎么有两个月亮啊 你少来这套 我买了两张电影票 潘红和大市场演的 人道中年 我想咱们一块先去看电影 然后大吃一顿再回家 怎么样 好 我 我 你觉得这电影拍得太好 是吗 你不喜欢啊 说不上 还行吧 反正我喜欢 我觉得潘红演得好 大市场演演得好 我倒觉得 他们是不善于 经营自己生活的人 搞得那么狼狈 我没法对这种人 产生同情和共鸣 按理说 他们都是知识分子 完全应该有能力 过得更好 就是因为他们是 纯粹的知识分子 内心单纯 所以他们追求的生活 才是精神上 而不是物质上的 这才值得敬重啊 单纯 单纯就是迂腐 说得不好听就是傻 他们主要拿出自己的一半的精力来经营生活 绝不会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而这种人 我不敢沟通 你这么说不对啊 等你到了他们这个年纪啊 你可能就不这么想了 生活很现实 为什么每个人都在说生活现实 很现实 生活本来就很现实 这是不争的事实 陈老师不高兴了 好了好了好了 我同意你的观点行了吧 这片子好 我喜欢 有深度 很感动 我讨厌你这样的虚伪 算了 可能是我太个人了 太理想主义了 电影就是电影 干嘛那么当真呢 我饿了回家了 我饿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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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死人了 来了来了 就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快尝尝吧 快尝尝吧 怎么了不好吃啊 想听实话吗 太咸了 咸的有点苦 这咸肯定是盐放多了 至于苦 会不会是味精放多了 算了你别吃了 我再给你下一碗 别了 这碗他们都别吃了 我记得好像还有馒头 我去这两碗 小妹 起床了 起床了 赶紧起来吃饭 你抱我 我这要上班了 没时间了啊 你不抱我不起 你这是怎么了 我都怀孕了 你主动抱我一次吗 抱抱抱抱抱 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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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开玩笑 别闹了 當肌肉 站着我去上班去了 不行 不让你走 来不及了 容易 你能不能走 陪着我 我说 我现在可是真正了 那我不管 不能迟到 不管 好了 我今天走了 不行 不行也得行 那你走 别闹 撑不住了 到头来 还有多少 稍后就得 别什么都我来 谢谢 别摸阳光 赶紧干 你这堆成啥了 堆得跟藤字 这人家好好讲 不一样 他也没招 来来来 谢谢镇长了 等过了这段 给你换个小队吧 让轻松一点 你满车走 我来满车 来了 妈 上着班就回家了 我现在是一站智掌 还能没点自由支配 时间的权利 说话的语气 跟以前有点不一样 跟妈打起冠签来了 是吧 我打冠签了吗 反正跟以前有点不一样 那当然了 以前 你儿子是个搬运工 你是你两手黑的 现在好歹是一站之整 而且是本站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战场 妈 你知道我从小 最盼望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呢 别人有红领巾我没有 别人当红领兵我不能 比我差的人什么都有了 而我总是两手空空的 我从小最盼望的 就是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 让妈为我骄傲 妈 你感觉一下 你有没有一点 为我感到骄傲 妈 妈也想为你感到骄傲 可不知怎么回事 妈就是骄傲不起来 为什么 你刚才说的你从小的愿望 可是你知道 妈对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 什么 妈这辈子 就是希望你平平安安 长大了以后 不要学你的福气 还是 thinks 晚安 回来了 回来了 下午分 还剩一毛二 夏侬 怎么今天菜买得多啊 和昨天的一样啊 那怎么多花了五分啊 今天的菜贵呗 怎么会呢 这几天不都下雨吗 菜就贵了呗 怪不得我说 这个礼拜的开销比上个礼拜要大呢 加四得七 加三得十 一 一 一 小柳 你想要这个钱啊 对 你要用钱就跟我要 身上别带钱免得丢了 那我做饭去了 小柳 你还没换衣服呢 没关系的 里面有围裙 你就是系上围裙 那衣服也要磨损的嘛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那好衣服留着出门穿 别人看你穿得好 我也体面啊 在家里做事 随便穿上就行了 那我换衣服去了 ні 年积 没关系啊 喜爱啊 都在我 听 contains 他是人家的 找一下王老师 王老师 这个王老师 像刚刚跟大家说的 伽利略通过他自己的实验 在他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个理论 也就是说 物体如果表面光滑 物体受到的阻力为零 物体的速度不会减慢 将以恒定不变的速度 永远运动下去 其实这个现象 类似的现象 在生活中有很多见 同学们好好开动脑筋 想一想 生活中有没有见到这样的情况 举手 就拿男同学经常玩的玻璃弹珠 你们在弹玻璃弹珠的时候 它是不是一直不停地向前滚动 是吧 但是我们没有去动它 也没有任何东西阻止它的前进 它为什么有的时候 就会慢慢慢慢停 吃 都吃完了 我最近非得吃到嗓子眼我才觉得舒服 对啊 你现在是俩人嘛 当然得吃多呀 来来 骨头汤 都喝了 你跟冰冰分手喝了吧 我再喝我就该吐了 你得喝 吃吧吃吧 多吃点快点下蛋 你怎么还不下蛋呀 听见吗 是我呢 你可真能联想 人家在说鸡呢 冰冰想让那鸡早点下蛋 这样你生孩子就有鸡蛋吃了啊 你老一生一鬼的 我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老在想吧 你说万一这孩子生不下来 你会不会就找借口把我给甩了 小妹啊小妹 你别老胡扯行不行 你要是老这么胡思乱想 会影响孩子你知道吗 真的啊 当然 那我不乱想了 我们和你们比赛不一样 比赛 比赛的时候 蠢子就可以打幻影扣球了 来一次实战训练 对了 比赛的时候打部长 也没什么可说的 对 过去和龙子教练商量一下 对不起啊 我又回来完了 你吃着呢 没人做吃着呢 我现在就做了 我要等着你做饭 早就修炼成仙了 我吃过了 给你留着呢 吃吧 神奇了 你也不看看这段时间 你有多少次回来这么晚了 是 我知道 最近加班确实有点多 可是这个班的学生 物理基础特别差 我要是不帮他们 功课真的跟不上啊 学生不能不管 这家就无所谓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觉得咱们两个人吃饭 可以简单一些的 再说了 生活本来就不光是为了吃饭嘛 咱们又不是饭头 你说呢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因为吃饭问题 跟你斤斤计较 就因为我是个饭头 你看你 人开玩笑都不行了 我没心情跟你开玩笑 你以为生活是什么呀 你以为生活就是那些理想啊 激情啊 那些不中用不中看的 萌营师是吧 我只知道人饿着肚子 什么都是空中楼阁 我不是说人 我不想听你说这一套了 我告诉你 我娶的是老婆 不是麻烈主义老太太 行 以后我尽快回来 给丈夫做饭 行 好 好 站上 没事 是我看路 这是站长是吗 我以为我走错门了呢 快进来 哪弄的这一身灰啊 刚才有车货要得急 都帮个把手 算 你快坐好啊 我拿茶都给你清好了 好 陆西啊 聪明一点是应该的 但是又不能够太聪明 太聪明了人家会觉得有压力 哎 表面文章是要做的 但又不能够过 过犹不及啊 你懂吗 后半句没懂 你现在是一个战长了 这些装卸工的活啊 你也去干 人家会怀疑你的动机 我倒没那么想 该想的就得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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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吗 大爷 你这菜多少钱啊 饭嘛 你给我出点 行走 这么巧 你也没菜呢 是啊 我不买菜我吃什么呀 我吃草啊 你还在跟我吐气啊 没有 你也买菜 对 小妹过几个月就生了 恭喜你们 我听说你在那个学校 干得挺好的 学生们都喜欢上你的课 其实 我去听过你这次课 怎么 你当时站在讲台上 特别认真 我觉得你挺适合当老师的 你身上有那种当老师的激情 而且你那种激情可以感染你的学生 你真的这么觉得 真的 我去吃草 谢谢你的鼓励 我现在挺需要这个的 你赶紧去买菜吧 再晚了什么都没了 我回去做饭了 你别多想 我过得挺好的 我看你我也做了 你我看你 你还要看你看 我还要看你 对 海西桂 我想 在有点 我 在这边 为什么 讲什么呢 战绿的吃 在哪 骗你干嘛 看着不像 而且这样你的事 怎么就这种眼神呢 战绿要搞生产成功责任制 我的想法 反正我看不见你脑子里想什么 你说什么事怎么办 蜜蜜别在那玩快 回自己房间去 小蜜 我知道你是关心我 可是 你能不能除了我 和你肚子里的孩子 再关心点其他的什么事情 比如说你的工作 从前的理想 工作有什么可想的呀 我们大面轻松的很 三个人干一个人的活 轮不着我操心 理想 我以前理想就是 有一个完整的家 然后大家在一起和和美美的过日子 不对吗 对 这没什么不对的 一家人和和美美的过日子 这当然好 可是除此之外呢 每个人还应该有自己的思想 工作 生活空间 你说对不对 你总不能指望说一家人 像江湖一样 每天就那么粘在一起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谁也离不开谁 谁离开了谁 好像就不能活了 谁离开了谁 天就疼 今天我整理房间了 你放出的箱子 我清理了一下 我就觉得屋子清爽多了 这就对了 有个笔记本 好像是你这双文章的 我放桌上了 没什么用 扔了吧 扔了 那多可惜啊 上面有好多好句子呢 咱们谈恋爱那会儿 我就觉得你有些话特别精彩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想的呢 我哪有那么好的文采 都是别人写的 怎么了 没怎么 今天这鱼味道不错 有进步 是吗 谢谢 对了 我明天的课还没备呢 我一会儿先去备课 你能帮我洗碗吗 没问题 但是星子我跟你说啊 备课差不多就行了 别弄太辛苦 辛苦辛苦 也得看值不值得吧 那怎么才算值得啊 说实话 我还真没觉得备课有多辛苦 我倒是觉得 天天这么买菜做饭 我真受不了了 你又来了 依文你别这样 那么不耐烦 你以前不这样的 我以前什么样 你至少喜欢诗句 咱们可以一起 谈人生谈理想啊 我不是在唱什么高调 可是我真觉得一个人 如果活着只是为了吃饭睡觉 没有别的内容 那简直就是虚度生命 你说我虚度生命 我没这么说 你别对号入座 你就是在针对我 好 既然说到这儿了 我实话实说吧 虽然我一直努力 在适应婚姻 适应你所说的现实生活 可是我真觉得这种生活 实在太没有意思了 我 我觉得我可能不太适合你 那谁适合你啊 是露西吗 至少她懂得欣赏我的价值 陈兴啊 陈兴啊 你终于亲口说出来了 一文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 你还要什么意思 陈兴你别自欺欺人了好不好 所有的女人都能适应的生活 唯独你例外 这只能说明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你心里想的是别的男人 这是两码事 两码事 那就是你承认你确实爱着别的女人 我没这么说 事实还用说吗 你别这么逼我好不好 我逼你 我为什么逼你 很简单 因为你从来就没有跟我说过你爱我 今天你就看着我的眼睛 跟我说一遍 眼睛是不能骗人的 你看我就可以说 陈兴我爱你 我爱你 好了该你了 你说吧 你如果真的爱一个人 你是可以说出来的 算了 你这么做不公平 我不公平 谁对我公平啊 你跟我在一块 时时刻刻想着另外一个男人 你想过我的感受没有 我给你那么长时间 让你去忘掉这个人 我还要怎么公平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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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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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烦啊 你以为我喜欢他 谁也没逼着你看啊 你没听人说过吗 这孕妇啊 经常看着谁 以后的小孩生出来 就像谁 我多看看这些电影明星 以后咱孩子生出来 不就漂亮了 行 都像他们了 今儿不像咱俩 还真行 这女的看着眼熟啊 你看像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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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没觉得像谁 我想起来了 像陈兴 你看看 是不是像陈兴 你看啊 你看啊 你别说 还真挺像的 嗯 不过它可比真心老多了 而且 嗯 挺像的 你说像陈兴就看个没完 那不是你让我看的吗 我让你看认不认识 又没让你看个没完 我不看看 我不看看我怎么知道我认不认识 那看一眼你不就知道了吗 你用得着看个没完吗 这怎么就看个没完呢 那你刚才就是看个没完完的 你真是有病 你真是有病 我把单几心拿到S公室 先排着队 去吧 一文 你怎么来了 我 我没事 我没事 是不是老卑鄙又犯了 没有 那是那星子感冒 又感冒了 我这媳妇的身体啊 可真不怎么样 上一回绞久了吧 回娘家一住就两个月 这回感冒 不至于再回娘家吧 不会 妈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拿点药 您去吧 我那 妈 你怎么来了 你哪不舒服啊 尿不要紧呢 我没事 是一文 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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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了 妈 怎么肿成这样啊 没事 孩子 这 妈没事 不小心碰她 小刘 给我加点水 待会儿我想出去一下 上哪儿去啊 我有一个表妹要结婚了 我想去看一看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下午三四点吧 那我中午饭怎么办呢 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中午你自己热一热就能吃了 那你早点睡早点回来啊 那我走了 哎 记得回来的时候到菜场 把明天的菜买回来啊 别竟买那个贵的 讲讲价 好 知道了 你还有事啊 我 我和我那个表妹 对 从小玩到大 感情挺好的 这回她结婚 我想 哦 你是想送她个结婚礼物是吧 哎 对了 咱们家不是还有个脸盆吗 在礼物那柜顶上 就那红母丹花的那个 你拿去送给她吧 那个已经用过了 就用了几次嘛 洗衣就是新的了 那花样又好 又实惠又大方 送礼嘛 就是那个心意 不要和别人攀比 搞得挺庸俗的 再说 你现在已经不是乡下人了 你说是不是啊 那 那我看还是算了吧 她特意跟我说了 让我别送什么东西 就是陪她说说话就行了 你看 你表妹也都同听达理啊 你要学习你表妹这种新风尚 早去早回 别太晚了啊 去吧 哎 你不懂得看 你不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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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不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